对于要路手组装电脑的用户 总会在几个主要配件上进行搭配纠结 当然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 花相同的钱让性能更好 这是不便的追求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当主板和显卡价格纠结的时候 该如何选择 是多花钱买个好点的主板 还是买个便宜点的主板 用省下来的钱提升一下显卡的档次呢 首先我们说一下不超频的用户 是没有必要选择太高端的主板的 因为主板在整台电脑中的决策 就是承载起其他配件的需求 主要就是让CPU能发挥到它应有的性能 其他配件相同的情况下 你用再贵的主板也对性能起不到实质性的改善 所以主板够用即可 比如i5的12600K 配个B60主板足够了 尼补超频也没有以后升级CPU的打算 去配一个Z690的主板就算是浪费 当不如把省下来的钱 换成更高一档的显卡来的实在 当然把主板省下来的钱 升级为更高的内存容量也是不错的选择 因为毕竟显卡和内存 是提升性能和速度的配件 当然对于有超频需求的用户 必须要选择一块高端能超频的主板 因为所有的超频选项 首先主板是需要支持才可以的 综上所述 DIY电脑配件如何搭载 主要取决于您的需求 买贵的不如买对的 您的电脑想如何搭配呢 欢迎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